第六天 还有四天可以修行 要非常认真、精进、耐心而坚持的努力 使你们在这里有最好的收获 第六天非常重要 你们跨越了这个障碍 第二天和第六天 对抑制薄弱的人是很难跨越的障碍 你们第一天开始修关系法时 手术就开始了 在手术的第二天 有人会觉得想要逃避 接着在第五天或第六天 修内观法后 手术更加的深入 因此又有人用各种的借口想要逃避 一个借口是 在第五天晚上的开始中 讲了那么多的苦 出生就是苦 整个人生都是苦 老苦、病苦、死苦 你不想要的事情发生了是苦 你想要的事情不能实现也是苦 苦、苦、生生、世世都是苦 哦!这条路是条苦的道路 这是很悲观的教法 我得逃走才行 人们不想设法去了解 却去找个逃避的借口 这个教法并不悲观 一点都不悲观 如果只教我们苦 却没有教导苦的出路 那么这才是悲观 但这条教法说 有一条出路 你可以摆脱所有的痛苦 你可以达到完全解脱痛苦的境界 你可以享受真正的安宁 真正的和谐 这个教法非常乐观 非常乐观 在印度有个故事 一个妈妈叫小儿子到附近的杂货店 去买些油回来 她给他一个空瓶子 即十块钱的卤比 小男孩去买了油 油瓶装满了 但在回家的路上他跌倒了 瓶子打翻了 露出了半瓶油出来 小男孩捡起半空的油瓶 跑回去哭着 跟妈妈说 妈妈 我打翻了半瓶油 我打翻了半瓶油 很悲观很悲观 母亲叫另外一个儿子 带着十块钱卤比和一个空瓶子 也去买了油 装满了瓶子 然后呢 他也跌倒了 漏掉了半瓶油 这个男孩捡起油瓶 高高兴兴地挂着笑容 跑回去跟妈妈说 妈 我保住了半瓶油 我保住了半瓶油 我摔了一跤 瓶子掉了下去 本来可能整瓶油都会漏掉的 你瞧 我保住了半瓶油 在同样的情况下 两个男孩有不同的结论 一个看到瓶子是半满 另一个是半空 一个是为了空的一半而哭 十分的悲观 另一个为了满的一半而高兴 至少有一半是满的 他很高兴 很乐观 母亲又叫第三个儿子去买油 他也跌倒了 打翻了半瓶油 他捡起瓶子 和第二个男孩一样 回家时挂着笑容说 我保住了一半 我保住了半瓶油 不过 这男孩是学内观的 他不但乐观 还能看清楚事实 他说 我失去了半瓶油 这是事实 我的油瓶有一半是空的 他不但看清事实 还知道要精进 像在学内观一样 他下定决心说 现在我得精进 我要出去努力工作 天黑前 我要赚到五卢比 把油瓶重新装满 所以 政法不只是乐观的态度 还是踏实的态度 也是精进的态度 每个人都得精进 心静常保乐观 不要悲观 政法之中 没有一丝一毫的悲观 全都是乐观乐观 你已经学到一条 解脱痛苦的道路 痛苦是有的 你必须接受这一点 半个瓶子是空的 你必须接受这一点 你要如何装满它呢 痛苦是存在的 接受这个痛苦 解脱痛苦的方法也存在 要去运用它 这就是你们开始学的 开始了解到实相 它不只是头脑体操而已 它也不是在情感上 或是宗教信仰上 去接受痛苦的实相 及解脱痛苦的方法 你们要切身的去体验 你们从感受开始下手时 就是在体验着智慧 实相显现了 你在亲身体验它 它不是别人的智慧 不是借来的智慧 是你自己直接经验而来的智慧 体会感受的整个过程 让你了解经验到的实相 因为你开始重视身体之内的实相 不然的话 你一辈子都在重视外在的事物 你贪爱 即使你不知道自己贪爱 你也忘了在贪爱的同时 你失去了心灵的平衡 你变得十分的痛苦 你也不了解 你已经变得执着这个贪爱 举例来说 如果你有自然的需求 像是口渴了 你想喝水 这没有什么不对 你想办法解渴去找水 你试过了 你得不到水 但你微笑说 没关系 我再试一次 你得不到水 没关系 我再试一次 你没有失去心灵的平衡 但当你开始贪爱 水 哦 还是没有水 我会怎么样 我会死掉 水 水 你失去了内心的平衡 你变得如此痛苦 你没有向内反观这一切 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你在贪爱 贪爱造成痛苦 你开始贪爱某件事物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你想要某种眼前没有的事物 你感到不满足 你不满意眼前的情况 你想要十项以外的某种事物 你因此变得十分痛苦 如果你能一直认清到 瞧 我正在受苦 我正在受苦 那么就有解脱的方法 但你并不明白这一点 你受到贪爱之苦的主宰 你并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执着这个贪爱 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往后变得对贪爱不可自拔 当你开始观察感受之后 迟早会到达一个阶段 你会了解到事实上 并不是在贪爱这东西或是那个东西 你是在贪爱某种特定的感受 当你贪爱任何东西的时候 就会生起某种的感受 而当这贪爱满足了 感受也就不见了 你还想要这种感受 所以你又得贪爱别的东西 一旦你的贪爱获得满足 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又变得无趣 你又想要别的东西 你得到你要的 它就变得无趣 你又要别的东西 你变得对这种贪爱不可自拔 有个人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中 他很自在 突然他想到 这屋子只有一个房间 我要住大房子 至少有三个房间才行 很好 现在假设他有栋三个房间的房子 那么房子一定要有好的装潢 要有各种的家具 很好 房子装潢好了 然后这也变得无趣 现在我得要有各种的家电 一台电视 一台彩色电视 一台录放影机 要日本制的才行 要有洗衣机 吸尘器 等等各种电器 整个房子塞满了这些东西 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了 但还是不会满足 还会贪爱贪爱 我的车 哦 这辆不起眼的车 这台破车 我一定要有某种款式的才行 丰田的好像不错 丰田车有了 哦 不行不行 我得要有宝马才行 接着呢 不行不行 我得要有奔驰才行 不对 我得要有劳斯莱斯才行 接着呢 不仅是这一款式或那一款式的劳斯莱斯 要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才行 而不仅是一两辆 要一整车队的劳斯莱斯才够 这样还不满足 我得要有自己的直升机 别人有直升机 我也得要有自己的直升机 很好 直升机有了 现在我得要有一架飞机 我自己的专机 飞机也有了 现在呢 我要太空船 我要到月球去才行 我需要太空船上月球去 哦 这也变得无趣了 我得要有一艘 去火星的太空船 到这个行星或那个行星去 不只是这样 还要去这个星系或是那个星系 就算上了西天也不够 永远都不够 这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因为你开始对贪爱上了瘾 你不是在贪爱某种东西 你是为了贪爱而贪爱 情况越来越糟 你朝这条修行路走下去 你就会清楚 当我们说 某个人上了酒饮 或是某人上了毒饮 这其实是错的 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但事实上 某人是对感受上了饮 当某人喝酒的时候 或是吸毒的时候 他有了某种的感受 他一次又一次的想要这种感受 所以他才想要一次又一次的喝酒 才得一次又一次的吸毒 感受是如此的重要 这就是佛陀的发现 除非你开始学习观察你的感受 你无法摆脱任何的引头 对酒精上瘾 对毒品上瘾 都比不上你对贪爱的上瘾 对称恨的上瘾 心灵有这么多的不敬烦恼 你对这所有的不敬烦恼上了瘾 你一直在重复重复重复 因为你对某种特别的感受上了瘾 你一再的需求这种感受 你为了得到这种感受而产生某种的不敬烦恼 当感受过去了 你为了制造同样的感受 也制造出另一种负面的情绪 这变成内心的习性 要怎么样才能摆脱呢 世上有苦 但也有离苦得乐的方法 观察 要学习怎么观察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是沉默的局外人 不要起虚性反应 要像坐在河岸边的人 水流动着 你和水流没有什么关系 水就是自然在流 你坐在河岸边 只是观察 不仅如此 你感觉到一股通达全身的振动感受 要像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 那样的观察 科学家把玻璃室管里的化学药剂 加热 有些液体蒸发了 挥发物蒸发后 飘到别的室管里去 它又凝结成液体 科学家只是观察 只是观察 当液体蒸发时 他不会哭着说 哦 我的化学药剂 去哪了 当他又变成液体回来 他也不会开始 手舞足道 他只要了解这个过程 不过 这只是知识上的科学理解 科学家没有亲身体验自己的身心 你们在这里是整个身体在亲身体验 是怎么一回事 它是怎么运作 身体与心灵 身心的结合与互动 身怎样影响心 心又怎样影响身 心怎么样因物而生 物怎么样因心而生 有时候好像是物变成心 有时候好像是心变成物 你在体验这一切 这就是差别之所在 因为你有体验而得的智慧 是你自己的智慧 不是因为佛陀这么说 不是因为你的老师这么说 也不是因为任何的经典这么说 物质结构是由次元子微粒构成 极微小的 Colabas 整个宇宙都是由极微小的 Colabas 所组成 整个物质宇宙 有地 水 火 风 四种基本的要素 以及地大 水大 火大 风大的特性 固体的东西是地大 一体是水大 气体是风大 而无处不有的温度是火大 血是固体 融化变成水 又蒸发变成风 这三个情况下都有温度存在 同样的 在我们身体中 骨头等是固体 就是地大 血液等是水大 空气气息等是风大 而体温呢 就是火大 但更深层的石像并不是这样 你在感官上所经验的四大特性 才更重要 你试着观察地大时 并不是要在其中找一粒沙土 不是 观察水大时 不是要在其中找一滴水 不是 你因为四大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地大的特性是从最重的感觉到最轻的重量感 举例来说 水泥粉很轻 但当它凝固以后就变得很重 水泥凝固的时候很粗重 水泥粉则是又轻又软 你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你会有一种很粗重 沉重郁节的感受 它会化解开来 然后 你就有同样是地大特性的感受 变得很轻盈 地大的特性涵盖了整个有重量的范围 同样的 整个运动的范围 从很小的运动到很大的运动 都是风大的范围 整个温度的范围 从最冷到最热 都是火大的范围 水大则具有一种粘着结合的特性 整个局限在你这个人的范围内 这是水大 这就是你们所经验到的 到目前为止 你们所经验到的所有感受 以及以后会经验的所有的感受 都只有这四大特性 不管是哪一种的感受 有时地大比较旺盛 或是水大比较旺盛 或风大比较旺盛 或火大比较旺盛 这时会有一团团的次元子威力升起 就只是这样 好的修行人 不会受到四大元素存在的影响 现在一团团的次元子威力 随着地大而升起 我看看这会持续多久 火大 我看看会持续多久 水大 我看看这会持续多久 风大 我看看这会持续多久 你不升起习性反应 只是观察 这些感受是不同元素的显现 它们升起 然后迟早都会消失 它们升起 消失 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清楚 你像个科学家一样 在探索这些次元子威力的实相本质 而你也在探索你内心的实相 你了解这些次元子威力如何升起 如何增长 心如何受它的左右 你如何起反应 而这些反应又如何增长 整个现象变得越来越清楚 这些次元子威力是如何升起的 如何产生的呢 你喂给它们四种食物 两种是物质的 两种是心灵的食物 这些物质的吸收 及心灵的吸收 造成了身体内各种不同的次元子威力的产生 你只要继续走这条修行的路 就会开始体验到这一点 这会变得越来越清楚 第一种物质的食物 就是你每天吃的一顿 两顿或三顿饭 不管你吃的是哪一种的食物 那种的次元子威力 就会随着某种比较旺盛的元素升起 你继续修行 对自己的感受会变得越来越敏感 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很清楚 举例来说 某天你吃了很辣的东西 辣的印度菜 很重的辣椒 过些时候你去缠坐 你会在身体某处有炙热的感受 这是火大 你吸收了辣椒 就经验到火大 元子因为火大比较旺盛而升起 如果你吃了很不新鲜的食物 或者很油的食物 然后你去缠坐 你感到好沉重好沉重 这是地带 你吃的是哪一种的食物 如果你吃的是健康的食物 你的身体就会健康 如果你吃的是不健康的食物 你的身体就不健康 这是自然的法则 第二种物质的食物 是你周遭的环境 每时日每刻身体都在吸收四周的物质环境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气候严寒的寒冷国家 他的身体是一种样子 如果生活在气候炎热的热带国家 身体就是另一种样子 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 升起不同的次元子威力 另外两种食物是心灵的 第一种是你现在的心理状态 这一刻你的心产生一种特别的业 习性反应 这种习性反应带着这种反应的心理状态 会开始随着某种的元素 升起这些次元子威力 举例来说 这一刻你的内心产生了愤怒 那么开始升起的次元子威力 就是火大旺盛的次元子威力 燃烧燃烧燃烧 或者你产生的是恐惧的反应 你体验到发抖的感受 这是风大 你的内心有着怎样的吸收 你的心在这一刻就怎样将之转化成物质 或是影响到物质 或是使物质以某种的方式升起 第四种的食物是你的旧习 过去的习性 心无时无刻都受到业的影响 你要么是每时每刻都在造业 要么是停止造业 你修内观的这一刻 不产生任何新的反应 你的旧席就会开始浮现 这是你过去所造的业的开花结果 随着你修行的稳固 这种体验在你日常生活 也会变得很清楚 你的生活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这外来的不愉快的事 使你的内在开始产生很不愉快的感受 你的生活发生了很愉快的事 你内在就开始产生愉快的感受 种下感受的种子 比如说愤怒的种子 愤怒的习性 当你种下愤怒的种子时 你感觉到很大的热气 这种业的果实出现时 会有同样的感受伴随而来 也就是会有热 很大的热气 因此 我现在所造的业是一种食物 它带来了火大到身上 过去的业 若是愤怒的业 它的果实同样会有火大 就这样 现在的业和过去的业 是产生各种不同的次元子威力的另外两个原因 你继续观察就会了解 你越是对这些感受起反应 你就越是造新的业 也就越是为自己带来痛苦 如果你不再造新的业 那么旧席就会浮现 它会带来一种感受 而你一样微笑已对 这也是无常 我看看它会持续多久 我看看它持续多久 它消失了 这意味着深层的某种旧席浮现出来 并且消失了 一堆又一堆的浮现出来 并且消失 你摆脱了它们 当你不再造新的业 你就从你的旧业中得到了解脱 那关过程会让你达到没有丝毫就习的阶段 任何持之以恒正确修行的人都可以到达这个阶段 当然了 这需要时间 不是参加过一次十日课程就能变得实全实美 但在这次的十日课程中 你了解到 这是我修行的方式 你一直修行 修行 最后会达到再也没有旧席的阶段 旧席一点不留 而你也不再造新业 所有的旧席都已消除 也不再造新的业 你得到了解脱 这是你自己修来的 别人无法为你做到这点 你所累积的业是你自己造的 是你自己累积的 你自己要负责 因为你的无名 慢慢的你摆脱了这无名 你培养出智慧 活生生的智慧 亲身体验的智慧 看到旧席怎么样的消除掉 你离最终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每个人都得为自己修行 别人无法为你做这件事 别人只能帮你指出这条道路 障碍会产生 困难会产生 这叫做盖 就像是障目一样 很厚的障目 让你看不到障目后面的东西 因为这些盖 这些障碍 这些阻碍的缘故 你看不到你自身的实相 我们说有五盖 五种主要的障碍 我叫他们是五个大敌 每个内观修行人的五大敌人 五个大敌中的两个是贪和称 你们的修行是为了去除贪爱的旧席 去除称恨的旧席 你们在修行时 因为无名而增加了你们的贪爱 增加了你们的称恨 你们应该从贪爱的苦中解脱出来 从称恨的苦中解脱出来 但想想你们做的事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因为新的旧有习气 因为无名 因为这些盖 这两个障碍 怎么会这样呢 举个例子 在这样的修行课程中 要求学员不能彼此交谈 是很有理由的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你们可以来和老师讨论 但你应该要一直精进努力 一直精进努力 只是呢 人就是人 老是想知道别人的事 你逮到机会就开始讲话了 喂 你怎么样 别人回答说 我全身有一种轻微的振动 全身轻微的振动 我什么振动也没有 又有人说 我全身有一种像电流一样的美妙感觉 电流 我怎么没有这种电流 然后你去禅坐 我要振动的感受 我要电流 哦 怎么我没有电流 没有振动 你一直在贪爱 贪爱 贪爱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去除贪爱 但你们打着修行的名义 打着内观的名义 却开始贪爱贪爱 贪爱是苦 即使你们贪爱着最终的目标 我要涅槃 我要涅槃 都是和涅槃背道而驰 涅槃是解脱贪爱 而你们却反而增长贪爱 你们在制造贪爱 怎么可能达到解脱贪爱的阶段呢 不可能的 你总是期望眼前以外的东西 所以 再一次的 同样的教习器又重演 你再期望别的东西 这变成了贪爱 你开始对这贪爱形成执着 这对你成了一大的痛苦 所以 无论什么时候你发现这敌人占了上风 就要赶快摆脱他 别让他压倒你 不管这一刻生起什么感受 这种感受或那种感受 甚至没有感受 都没关系 你如实地接受这一刻的实相 尘恨也一样 举个例子 你被要求做一个小时的精进禅坐 不能张开眼睛 不能伸腿 不能松手 你想办法撑了半个小时 撑了四十五分钟 然后 折磨开始了 还有呢 人就是人 也想知道别人的情况 你不应该张开眼睛 但 你还是把眼睛打开一条小缝 别人怎么样了 只有我在痛吗 你对别人如此的好奇 结果呢 你看到每个人都坐得像一尊尊的佛像一样直 这就是说他们都不会痛 是不是只有我在痛 我的痛一直没走 别人的痛都没了 哦 好痛 说什么都是 无常 无常 这话也许 没错 但我的这个痛除外 不是无常 是恒常 这是恒常 这是恒常 恒恒恒恒恒恒 这敌人已经把你压倒了 你在增长恒恒 你们是来这里去除恒恒 但你却开始增长恒恒 还有两个大敌 要了解 这些敌人都是内心的不敬烦恼 他们经到你的身心做客 然后成了屋子的主人 他们不想离开 当你修内观 他们留不住了 他们得要离开 这就像你打开了开关 灯亮了 黑暗就不见了 你不用跟黑暗说 哦 你滚吧 光明来了 当你修行内观 这些不敬烦恒都得离开 但他们不想离开 所以 他们就从里面反抗 别再修内观了 这对你不好 我不想离开 你停止修内观吧 有两种反抗从内而生 一种反抗会让你觉得好困 虽然你整晚睡得很好 但你一开始缠坐 就觉得好困好困 一个大敌把你压倒了 你要对抗 加重呼吸 如果这招没有用 除了一个小时 精进缠坐的时间以外 你可以站起来 加重呼吸来修 如果这也没用 那就出去散步个五分钟或十分钟 就算是散步 也要观察你的感受或呼吸 然后回来再缠坐 要一直和这个敌人对抗 不然这敌人一旦压倒你 你就无法修行 另一种从内升起的反抗 会让你陷入昏沉或是吊局 不是无精打采 就是烦躁不安 你一下想做这个 一下想做那个 一下又想做这个 一下又想做那个 但就是不想修行 你在做一个小时的精进缠坐 而里面开始反抗了 你走出大厅之后才想到 哦 我在精进缠坐 我怎么跑出来了呢 这是从内升起的反抗 他不让你好好的修行 是个危险的敌人 第五个敌人是乙法 你脑海里生起各种的怀疑 这方法是什么 这算是哪门子的方法 观察呼吸 观察呼吸 就算我不观察呼吸 呼吸还是一直在那里 我观察呼吸有什么好处 现在又要观察热 观察流汗 我在干什么 我疯了不成 这算什么禅坐 乙法会让你无法修行 又有怀疑 没错 这方法很好 因为有这么多人来而得到益处 他们甚至一来再来 这当然很好 但是我不够好 我不适合这个 你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我不适合 适合不对 这场合不适合我 我最好开溜 你觉得想逃跑 哦 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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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三种怀疑的任何一种压倒了你 你就会停止修行了 要小心这五概五个敌人才行 别让他们把你压倒了 这样你会发现你自己在进步 在进步 进步 内观法很殊胜 这里面没有教条 没有盲目信仰 没有狂热崇拜 它是心物的纯粹科学 心物的互动 心 由于无名 一直对感受其反应 一直产生不经念 而由于这些个不经念 生起某种特别的感受 而当这感受生起 你反映出更多的不经念 这是个恶性的循环 让你受苦 越来越痛苦 当你开始观察它 你开始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这是普遍的自然法则 真理就是真理 普遍的真理 普遍的法则 正法是普遍的法则 自然的法则 如果你持续修行 这会变得越来越清楚 自然的法则就是说 如果你一直起不经念的反应 你就是在增加你的痛苦 如果你停止这反应 你就开始从痛苦中解脱 这在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也都将是这样 即使在过去 佛陀有没有出事都一样 佛陀说 不论我注视与否 不论是否有人成正等觉 自然的法则都不变 它是永恒的 当一个人一直在产生不经念 就一定会受苦 当一个人开始去除不经念 就开始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佛陀觉者发现了这个法则 这法则还是很少人知道 人们不知道内在深处所发生的事 不知道自己如何产生不经念 他们不明白这个法则 佛陀深入到身体深层 发现了 人是如何一直对这些感受 产生不经的信念 人是如何一直累积增加痛苦 而经由观察感受 人如何可以解脱痛苦 解脱不经的信念 这本来就存在的法则 被觉者发现了 接着他出于慈悲心 开始向别人传授 把这方法教给别人 人们照着这个方法修 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佛陀注释的时候 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了解脱 佛陀以后的两千五百年间 也是一样 不管谁修行 都得到同样的利益 从今以后 如法修行的人 也会得到同样的利益 在今天 任何如法修行的人 也都会得到同样的利益 法则就是法则 它永远不变 都是同样的法则 正法是永恒不变的 通行全球的 在佛陀注释时 许多受苦的人解脱了苦难 不是因为佛陀展现的 任何奇迹或法力 他传的都是同样的方法 举个例子 有个充满愤怒的年轻人 他发誓要杀一千个人 他有一肚子的愤怒不满 他已经杀了九百九十九个人 正在找第一千个人下手 他怎么记得自己杀过多少人呢 他把杀过的人 剁下一截手指 串成脖子上的项链 所以他才被叫做 带着手指项链的人 他在找第一千个人的时候 碰到了佛陀 或者我们应该说 是佛陀出于慈悲心 找上了他 好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没有法力 没有奇迹 佛陀传给他同样的方法 他开始了解自己是个可怜的人 充满了痛苦 他开始修行 修行 终于解脱了痛苦 他达到了最后的境界 成为完全解脱的人 成为阿罗汉 充满对别人的慈悲 爱与善意 后来 他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 从一个镇走到另外一个镇 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 四处的人们都受尽了苦难 我自己过去如此的无名 而由于无名的缘故 我一直在伤害自己 也一直伤害别人 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 在伤害他们自己 伤害别人 如果他们得到这个殊胜的方法 他们一定可以解脱他们的痛苦 他们一定可以解脱他们的痛苦 他处于慈悲心 到各地去传授正法 把这方法教给别人 虽然他出家了 还是有人认出他来 哦 这就是那个 他杀了我妈妈 或是我爸爸 或是我太太 我丈夫 我儿子 就是这个人 他们怒气冲冲地向他丢石头 把他痛打一顿 血从他身上流出来 但他的心只有慈悲 哦 可怜的人们 我过去也一样可怜 以前 我因为无名而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如今 看看这个方法多有帮助 你们可以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试试看吧 试试看吧 充满慈悲心 他的整个生命充满了慈悲 这么多痛苦的人都从痛苦中解脱了 这么的容易 当然了 要修行这个方法 了解到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我们解脱痛苦 除非我们去除我们的不敬念 除非我们去除我们的业障 否则就不能离苦得乐 还有一个例子 一个很可怜的女人 她嫁了人 好几年都没有子嗣 她很想要小孩 几年后终于生了 她对小孩关爱卑质 不幸的是 才过两年 她的孩子就夭折了 如今 儿子死了 她痛不欲生 她把死去的孩子紧抱在胸前 不让别人抱走 不让人送她去火葬 去坟场 不 我的孩子没死 她是在睡觉 拜托 做点好事 让她醒来 拜托 做点好事吧 别人说 不对 她已经死了 再怎么期望她醒来都没有用 只是她的心智 已经完全丧失 不行 我不会丢下她 我儿子没有死 我儿子没死 拜托 为我们做点好事 拜托 做点好事 有个聪明人跟她说 死去的人无药可医了 你应该去找佛陀 她的修行园林就在附近 找她 也许她能帮你的忙 所以 她就去找佛陀 她把小孩尸体放在佛陀的足前 一直哭 一直哭 说 我儿子死了 别人说她死了 就算她死了 也拜托 做点好事 拜托 做点好事 佛陀知道 她这是心绪不宁 一般的正法传授不会有用 所以 她有她独特的教法 她跟她说 好吧 到大城里去 找些芝麻来 她高兴极了 佛陀要帮我儿子了 佛陀继续说 等一下 仔细听好 你带回来的芝麻粒 得要从一家没有人过世 从没有人死过的家里 要来的芝麻才行 好 我会带回来的 她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 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 挨家挨户的 去要一些芝麻粒 我儿子死了 佛陀要帮助我们 请给我一些芝麻吧 哦 你尽管拿几袋芝麻去 希望你儿子能活转过来 接着她问 你们家有没有死过人呢 人们拉长了脸回答 有 我父亲死了 或是我母亲死了 或是我兄弟死了 或是我某某人死了 她走到下一户 走到下一户 又走到下一户人家 她找不到没有死过人的人家 这时一整天都过去了 她的神智也清醒了 没有一家人 没有一户人家 没有死过人的 这是自然的法则 人有生就有死 早晚而已 现在她的心可以接受正法了 她回来找佛陀 她传给她正法 同样的正法 观察呼吸 观察感受 深入深入 再深入 你会发现你的痛苦 一层接着一层都消失了 这个女人 成为了阿罗汉 完全解脱了 她余生都用来服务人群 有这么多母亲 这么多的姐妹 都像我一样 哦 她们都这么的可怜 如果她们得到这殊胜的正法 她们会从痛苦中解脱 她处于慈悲心 一直在正法中服务人群 另一个像这样可怜的人 一个大富豪的女儿 她丈夫后来死了 她有两个儿子 结果也死了 她兄弟和父母也都死了 世间这么多人 她却完全无依无靠了 她疯掉了 整个疯掉了 她跑到色卫城街头 全身一丝不挂 人们向她丢石头 但她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 这女人由于过去的波罗蜜善行 过去的一些善业 碰到了佛陀 佛陀正在向别人传授正法 而她正好路过 佛陀说 来吧 我的孩子 她就听话过去了 她坐了下来的时候 有几秒钟的时间 恢复了神志 了解到自己没有穿衣服 有人为她披上一块布 遮身 佛陀传她正法 同样的法门 她努力修行修行 最后解脱了所有的痛苦 如果佛陀用的是一种神通法力 让她的儿子 丈夫 母亲 父亲 或兄弟 起死回生 那么佛陀就不是佛陀了 这些只是暂时的解脱 即使一个人火转过来了 将来也必死去的 苦是无时不在的 佛陀只传授正法 人在修行路上前进 到某个时候可以记起过去生生世世的事情 佛陀说 看吧 在无数个生生世世中 你的亲属 你所爱的人 有多少都死去了 如果你把过去死掉的这些人的骨头收集起来 可以堆成一座高山 而你为你所爱的每一个人所流的眼泪 如果把这些眼泪集中起来 可以形成大海 你以后要继续这样下去吗? 未来的无数生生世世都在痛苦中打滚 该断就要断 你已经受了这么多苦 现在从中解脱吧 从中解脱出来 这里有条道路 这里有个方法 他传授着自然的法则的方法 每个如法修行的人 不管是谁 都能从痛苦中解脱 正法是众人皆宜的 再举一个例子 当时有个富翁 名叫己孤独长者 他乐善好事 经常大比布施 布施的目的就是要减少自我 但布施也可能让人变得自我中心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人就失去了正法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布施 这个己孤独长者做了很多的布施 己孤独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布施给孤独无一的人 因为他布施许许多多食物给饥饿的人 所以他得到这个称号 他的事业在印度各地都有分店 甚至广及印度以外的不同国家 他有个规定是 他在哪里设有分店或是分支 那个地方就不该有饿肚子的人 人们应该有东西吃 只是他仍然不知道正法 他碰到了佛陀 也就是说他碰到了正法 他学到了内观法 他修行再修行 净化了心灵 净化了心灵 他经验到了涅槃的第一个境界 他完全的脱胎换骨了 所以布施的目的不是增加自我 而是消灭自我 化解自我 他这么想 我所赚的钱 都是因为我前世所造的善业 现在结出了善果 这些钱得要用来帮助别人才行 当然了 我是个在家人 得要用这些钱来养家 还要维持所有靠我吃饭的人的生计 但多出来的钱 都得用在帮助别人上 用来帮助别人 他现在明白了这一点 帮助别人 怎样才能真正的帮助别人呢 我把食物给饥饿的人 我应该要给 这是好事 但第二天 这人又肚子饿了 我把水给口渴的人 过些时候他要口渴了 我把药给生病的人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病 或是再生同样的病 我可以把衣服给衣不蔽体的人 过些时候衣服又破了 旧了 他又变得衣不蔽体 我没有帮人们解脱他们所有的痛苦 如果他们获得正法 如果他们获得这殊胜的内观法 哦 他们就可以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们可以完全的离苦得乐 他们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所哀受的苦难 都可以获得几托 正法应该传给每个哀苦受难的人 除了实时做财师之外 法师才是最重要 法师是最高的布施 所以他去找佛陀 佛陀当时住在王社城 几孤独长者向佛陀顶礼致敬 说世尊请您到印度人口最多的设位城 那里有许多人都在哀苦受难 富人或穷人都一样的受苦 如果您到那里 许多人都将蒙受法义 请您到那里去传法 佛陀微微一笑 于是他了解佛陀同意了 他回家后 到处寻找一个可以设立金色 让佛陀禅受正法的地方 金色不能位在城中心区 因为人生吵杂喧哗 也不能离城太远 以免交通不方便 要找这样一个安静 又不离城太远的地方 并不容易 他最后找到了一片适当的园林 这里十分的清幽宁静 很适合修行 他就问人说 这座园林的主人是谁呀 人家告诉他 园林的主人是奇托带子 他向太子说 殿下 我想买下您这座园林 太子很生气地说 我的园林不是卖人的 我自己要用 不卖 求求您 殿下 我要买这座园林 再多价钱都可以 太子为了让他自难而退 说 你知道这块地的价钱吗 你得用金币 铺满整块地 作为买地的代价 一言为定 我会拿金币来铺满的 他载了好几车的金币来 开始铺在地上 太子问 你疯了不成 哪有哪块地值这么多钱的 你在干什么 疯了不成 他回答 我没有疯 这块地会成为无价之宝 因为佛陀要来传授无上的正法 我的钱财算不了什么的 只要有一个人得到正法 学到内观法 即使只有一个人 离苦得乐 他的价值就远胜过我的财富 而且不止一个人 我知道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得到法义 他就在这里成立了金色 足够一万人居住修行 学习正法 他的愿望是要服务人群 在这之前 他就开始在广修布施 而他现在的布施 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得到法义 他的布施是为了削减自我 化解自我 只是为了服务人群 服务人群 这个大富豪 由于一些累世就业的缘故 后来变得一贫如洗 他有一段期间没有钱 一贫如洗 他有钱的时候 每天都到经社参加 每早及每晚的供修 他是在家人 他知道 我不能空着手去 我得要为那里的修行人 带些东西去 他每次去 都为修行大众带些东西 如今他一贫如洗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 结果他想到一个办法 他屋子后面有个小花园 花园里 有他从印度各地 收集来的很肥沃的土壤 他捧了两把肥沃的泥土到金色 把泥土放在一棵树的树根下 说 但愿这棵树繁荣自长 但愿有人能在这棵树下得到正法 愿有人能在这里修行 他具有这样的善愿 不论是一把泥土或是几百万块钱 都没有差别 重要的是心愿如何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变成了有钱人 他重新开始布施 他现在了解到正法 不论布施什么 钱多钱少不重要 我发愿一定要合于正法 为了别人的好处 为了别人的利益 不期待任何的回报 一个人若不知道正法 虽然一直布施 都是在膨胀自我 一个人盖了一座大医院 一所学校一间大学 但希望取自己的居民 这是疯狂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整个发愿都错了 不了解正法 一个人发愿 是要布施而不求任何的回报 为了别人的好处 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布施 许许多多不同的人 在家居室 在生活上体验到变化 开始改变 有一个比蛇雀幼婆姨 她也是妇人家的女儿 她嫁给另一个有钱人 但这家人并不懂得正法 她很有智慧 把这不懂正法的人家 整个气氛改变过来 每个人都开始认真的修行 家人的整个态度都转变了 整个家庭变得充满了安详和谐 不像过去那样的紧张而折磨人 只要是正法开始发挥效用 就会为人们带来安详 不仅佛陀注释时是这样 正法始终有效 不管谁来修行 什么时候修行 都是有同样的结果 有一段故事 在缅甸独立的时期 当时有很多小王国 这时有个了不起的政治家 把这些小王国集合起来 成为缅甸的联盟 为了满足这些亲王 其中一位领袖 当上了缅甸联盟的总统 根据宪法 总统没有实权 权力都在总理身上 不过这个人还是很高兴 想说 我现在是缅甸联盟的总统 以前我只是一个小国的统治者 他很满足 一天晚上他开了豪华的宴会 城里所有的外交官和上流人士 都来参加宴会 宴会七点半开始 人家都到了 所有的客人都齐聚一堂 但却没有看到主人 七点四十五分了 还是没有看到主人 八点了 主人还是没有来 总理开始紧张了 怎么回事啊 他派了几个人 到一楼的官邸去查问 他们回来禀报说 当然他没有办法来 为什么 怎么回事 他喝了太多酒 他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他没办法来 哦 可是没有主人 宴会怎么开始呢 这是总统开的宴会 不管他清醒 还是不省人事 都把他找来 我们的宴会才能开始 有两个人去把他扶来 他半醒半醉 打着酒隔来了 人家把他扶上主位 晚宴开始了 第一道菜上来了 第二道菜上来了 当第三道菜上来的时候 他开始大吐特吐起来 总理很不高兴 心想 我们自称是政法之国 是政法的政府 而我们这个总统算是什么呢 要怎么办呢 第二天他清醒过来 打电话给总理说 如果你要我辞职 我就辞职 但是我不能不喝酒 不能不喝酒 在我们王家的传统中 皇太子 也就是国王的第一个儿子 出世时 第一口喝的就是最上品的酒 用金汤匙或是银汤匙来味 阁下 我出生喝的第一口东西就是酒 之后我喝的酒不计其数 我的血液有一半都是酒 我接不了 这个人很幸运 由于素氏某些善缘的关系 一天他经过中心门前 他出于好奇心走进去瞧瞧 这天是一个课程的最后一天 他看到每个人脸上神采奕奕 因为手术已经完成了 伤口已经浮上了药膏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 这里在做什么 教关系法 教内观法 他生来是个佛教徒 在经典上看过关系法和内观法 但他从来不晓得有人在传授这个 也不晓得有这样的功效 每个上过课的人都感觉很安详 很和谐 我一生都不觉得安详 也不晓得什么叫和谐 我经常紧张不安 老师 我能来参加吗 我能来上一次课吗 当然当然 不管是王子还是乞丐 任何人 每个人都能来修内观 我该做些什么呢 你得要守五戒才行 五戒 哦 不行不行 四戒就好 第五戒不可能的 我办不到 那么就请便 我们无法收你 他很想要得到安详 所以开始讨价还价 老师 每天只要一小杯 一点点就好 不行 办不到 那么两天喝一小杯 办不到 五天喝一小杯 办不到 请便吧 除非你的基础 强固 否则我们不能教你 五戒就是修行的基础 最后他说 好吧 我会想办法控制自己 老师 我会来 但有个条件 就是我回家以后 你不能管我喝酒 我怎么能管你呢 回家以后 你自己做主 你要喝多少都可以 但是在这里不行 我劝你在家也不要喝酒 但你若在家里喝 我怎么去管你呢 只是在这十天内 要滴酒不沾 好吧 老师 我想要安详 我想要和谐 然后他修行 就和你们修行的一样 十天以后 他回到总统的官邸 他自己的家中 就算是几十公尺外 有人在喝酒 他都会说 好臭 谁在这里喝酒 他连别人喝酒都无法忍受 要他自己喝酒更不可能了 他上课的十天中 没人跟他说 你回家后 若喝酒 你就会下地狱 没这回事 正法是不会吓唬人的 他以前为什么爱喝酒 他是对酒精产生的感受上瘾 当他学到如何观察他的感受 酗酒的救习就消除了 他喝酒的瘾头就消失了 他怎么可能再喝酒呢 如果这只发生在 缅甸联盟总统一个人的身上 也许是有一些神通的关系 但这发生在鼠以千计来上课的人身上 酗酒 吸毒上瘾 对贪爱上瘾 对嗔恨上瘾 对恐惧上瘾 对沮丧上瘾 这些心理疾病都轻易地消除了 正法如此殊胜 正法如此科学 正法如此普遍通行 正法如此有效 他在此时此地 在这一世就能发挥功效 你们能参加十字课程很好 好好利用剩下的四天时间 这是你生命中的美好时光 至少要学好这个方法 修行是一辈子的事 你得要一辈子都尽力修行 但现在要利用时间 先学好这个方法 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利用这里的设施 好好利用殊胜的正法 运用这殊胜的方法 摆脱所有的贪爱 称恨 幻想 妄想的束缚 享受真正的安详 真正的和谐 真正的快乐 愿你们都能享有真正的安详 真正的和谐 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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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快乐